实话实说啊 我丈母娘要是在咱们中国动手术 没事还好 如果一旦有事了 那麻烦就大了 那是真的麻烦真大了 那让老二那一家能坑了坑到我倾家荡产也不行 大家好 我是阿阳 我老婆和我女儿他们两个刚洗完澡 现在我丈母娘 又打电话过来了 我丈母娘 在我大舅哥家吃喝住 而且带着他的大孙子 我老婆说我女儿掉头发 头发掉了非常多 然后刚刚洗完澡之后 他出来 我老婆又给我女儿头上抹了一点那个 精油 精油 好要给他梳一下这个头发 等一下到睡觉的时候 再稍微给他洗一下吧 这个头发 把这个精油一起洗掉 然后再给他梳一下 一擦擦干就可以睡觉了 我丈母娘刚才和我老婆说 她说 医生说你去中国了 为什么不在中国动手术 回到这边动手术 我 老丈母娘 说医生跟她说了 头上的手术 最好是来到中国来动手术 然后我老婆 我丈母娘跟我老婆这样一说 我老婆 也不同意 我老婆说在这边动手术 代价太高 确实话代价是真的太高 实话实说啊 我丈母娘要是 在咱们中国动手术 没事还好 如果一旦有事了 那麻烦就大了 那是真的 麻烦真大了 那让老二那一家能坑到 坑到我倾家荡产也不行 我丈母娘还想着来到中国来呢 不知道哪来了 什么 饼干 啊 饼干啊 好 吃吧 啊 因为 他的书包里面 然后就是 装了那个书 在学校老师保存在 保存起来了 他们 就是害怕小孩拿到家里面撕赖了 所以全部保存到老师那边 每天去的时候 背个空书包过去 我大舅哥在给我老婆打电话呢 他们两个 在说事情呢 哎 不吃了 不吃了 你要干啥呢 这个 好好好 这个吗 那个 他要那个呢 我老婆饿了 做饼吃呢 刚刚 我大舅哥打电话 我老婆说 他就是家里面断 断粮了 因为 我丈母娘啊 就是动手术 都是我 大舅哥拿的这个 费用 因为他们那边动手术是免费的 但是 药要自己拿钱去买 他拿钱去买的药 然后 听我大舅嫂子他们说 还是花了三万五千块钱的药吧 他们现在就是 钱 不够了 然后就是要交那个房租 还有那个 电费 他们那么电费非常的贵 大吉斯坦那边呢 因为他们那边好像 涨了是多少啊那个电费 我忘记了上一次 还知道呢 我老婆给我大舅哥转了 一笔过去 我也没问他转多少 我大舅哥说 我听到我大舅哥说到时候 我再给你 因为我大舅哥这个人啊是 比较实在的 煮的奶茶 我也是这个 啊 我也是这个这个 啊 我老婆说 让我喝奶茶呢 我老婆有点感冒了 因为这两天 我们这边 白天 比较热晚上比较冷 所以 穿的 薄衣服 然后睡觉有时候睡觉睡着睡着 我女儿都把这个被子一蹬蹬开 我们 也冷睡着 其实我和我老婆结婚 现在最让我头痛的事情就是他们娘家人啊 大家都知道我大舅哥他们一家人 一家人都比较人都品都比较好 但是我 二舅哥家 他们 就不怎么地了 我丈母娘呢 只要是不触碰到 老二家不扯上他们的关系 其实对我们还是不错的 对我们还算可以 因为 在我丈母娘眼里面 他大孙子永远排到第1位 我女儿只能排到第2位 无论什么情况 什么场合 都是这样 其实 在 我丈母娘 他 孙子孙女 外孙女 外孙 这里面 我女儿排的已经很不错了 很靠前了 其实说实话 我和我老婆结婚之后 那时候 就是 去我 大舅哥之前当兵的那个城市啊 那时候我二舅哥和我大舅哥他们两个在 同一个城市里面当兵 然后那时候 去到那边 他们那边 我 二舅哥 他们住在那个 河边那边 然后当时看了一个公寓吧 那个公寓 可以租 也可以买卖 那个公寓 是一试一听吧 呃 他说要个首付就行了 那时候好像给了他 三万 三万 还是四万忘了 时间太长了 忘记给多少了 然后他没有买 没有买 他跟我说 他说人家不卖了 当那时候过去 没多久吧 他就 呃 申请退伍了 退伍之后 那时候说实话 我养他 养了 差不多三个月吧 他一直说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然后就是他不出去找工作 那时候一直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玩手机 我也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 然后 过没多久 我老婆和他们吵了一架 赶他走赶不走 最后我们 搬到那个 伊斯兰卯去住 呃 我们 之前在那个 租那个房子 还那时候好像是 消了一个月的 押金 还有一个月的房租吧 我们就搬到伊斯兰卯 那个就留给老二 他们两口子住了 当时我也没少帮他 呃 他们就是平时没事了 大家也都知道 他会 去我们家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因为夏天的时候 后来我买了一块电瓶了 那个电瓶 也挺大的 他们那边总是断电 总是断电 他就来到我们家去 呃 吃住 因为断电了 我们家有电瓶可以吹风扇 夏天的时候 他省那个 饭钱 还有那个 电费就省了很多 因为 之前 他说他 刚开始的时候 他出去租房子的时候 就是说 没有面啊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有很多次我还给他买面 买米买油 然后最后又 帮他们帮了很多帮我二九个他们 但是 到最后 发现就是 你怎么帮都不行 一个人 他一个人 他要是拦起来 你怎么帮都没用啊 所以 最后 我也不帮了 他们就是 生那个三胎的时候吧 那当时 那个 小孩没有成 那时候 我 我也给了他 一笔钱 说让他去 送到医院 然后就是 生产的时候 呃 答应了 挺好的 他没想到 他找了一个小诊所 剩下的钱 他说 就是 生完孩子之后 有人来他们家看孩子 买饭买什么东西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生出生之后 那个小孩就没有成啊 从那之后 我说 我也不怎么 帮他们了 但是他去我们家吃饭啊 或者是 住啊 啊 一般青蛤都是我老婆 和它去 正常 后来帮他也帮了 多了 之后 他就感觉是 应该的 所以到最后 就不帮了 还有就是 不帮他们之后 然后就有一段时间 老二连口子要闹着离婚吗 那时候 说 这不好那不好 两个人闹闹了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当时我们住在那个平房 住在那个平房那里 老二还有那个他们家两个小孩吧 在我们家住了很长时间 他们那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老二也不去工作 在家里面吃 我儿子嫂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时候好像是联系不上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阿阳 感谢观看